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里面的资料把它记录下来有几个方法 那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把资料呢 再按开始计算或者是你另外再增加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把这五个资料分别写入到哪里呢 写入到我们的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这个会是比较简单的 第一个第一种模式 第二个的话你也可以写入到资料库 这个会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先来讲一下第一种方式 那第一种方式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呢 你说这上面我就分别在 在这边产生那个我需要栏位名称 分别把那个栏位名称的把它加上去 这里的话分别把这个 借款年利率 借款年限 这叫年限 然后 每月偿还金额 就是把这个 上面我们再增加几个栏位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增加一个按钮 我要把它怎么样呢 每一次都把这个 这个地方的结果记录下来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到这个位置上面 那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我怎么样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第一个 那在讲这个之前的话 刚刚有提过 就说如果各位的需求 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我希望当我这个